妳從五歲開始滑到現在 快將近十五年了 快將近十五年了 我先是國內大滿冠 因為在國內所有的賽事冠軍 我都曾經得予 我们作为中国花野花兵女单的领军人物吧 现在站到这个位置 但是我觉得要继续保持 还要付出一定努力 我是中国花野花兵李子俊 李子俊 1996年12月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 中国花样花兵运动员 2009年开始在国内赛场战露头角 短短几年间 他将全国青年赛冠军 冠军赛冠军 锦标赛冠军 都用会冠军 加冕于一身 成为了国内比赛的大满贯选手 一开始看见他 我就觉得他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孩子 我跟他比的话 我不是那么全面 他比较全面吧 按他这个技术能力 技术水平 他是绝对是 别人没有跟他能比美的 一位17岁的小朋友李子俊 有请 2014年李子俊参加湖南卫视 天天向上节目录制 迅速成为众多花花迷心目中的偶像 转圈呢就是 可以在陆地上转两圈 你能转几圈 半圈 走 接下来您欣赏的难度系数 0.0 这个是多少圈 一圈 才一圈 小五 小五 小五两圈 来自韩国的选手 现在我们表现的是 空中转圈 接下来看你专业的 两圈 哇 是有三圈了吧 而且他没有跳很高 完全就是 伴随着知名度的提升 花花小萝莉的一举一动 背受大众瞩目 然而争议也分据他来 Coppelia 或 李 Zijun of China Coppelia Double Toe Loop Double Loop This is much better from Lee Oh no 是从2014年吧 可能状态就已经直下往下下降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 长身高 然后换教练 心理状态 身体状态都很差 就是一直在不断地长个 长体重 比如说就像平时 不摔的动作 他也会摔 成功率就会降低 就这样世锦赛上的市场发挥 最终让他排名末尾 但另一些好事的网友挑刺的是 李子军在参加世锦赛期间 大秀自拍和美食的照片 已经微博传出后 马上招来各种指责 称其不好好训练 玩心太重 李子军最终默默删除了之前 所有的微博 有一部分人说你好 也有一部分人说你不好 当时我就是比较极端 因为当时还小 没处理过这些事情 觉得比如说我成天发微博 说我出去玩 然后不训练 实际上他们没有机会出去玩 比赛之前会很紧张 比如今天比赛完 第二天他们就会返程了 所以其实作为专业运动员 有些可能像外界他不太了解 今天对于李子军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 因为2016年新一轮的花华备战即将拉下 他训练精神特别集中 因为冬运会是国内的最大赛事 四年一届 所以运动员本身都非常重视这种比赛 第十三届全国冬季运动会 将于2016年在新疆举行 这是国内最高水平的冬季比赛项目 对于正处战绩第一股气的李子军来说 目前他正需一场这样的大赛来证明自己 可能因为这一路走得太顺利了吧 然后因为从小的时候 也没遇到过什么太大的坎坷 什么然后我觉得可能那一年 对自己心里打击都挺大的 然后因为以前成绩都很好 然后突然那一年成绩状态就是下降 可能心里会很焦虑吧 前面速度你没利用起来 你看下的就来着急 上天还这样 你感觉呢 你先得利用它 你先得利用它的速度 完了之后把那节奏点 拖断一点 你是在跳的后梦 没事 拉紧 漂亮 我是从14年8月份开始接手 前院的教练已经合同到期了 最后拼我去来完成这项的应目 当我接手的那个时候 从身体状况上把我词奖 我说最低谷 对于教练高海军而言 接手正处低谷期的李子军 这让他当时倍感压力 就是一个苗 就是一个苗 成果也是反正你在水平先走越低谷一些 特别是军景 对于这个石山东 跟其他教练不一样 他不是那么严厉 然后也不是那么苛刻的那种教练 提起来迅速抓住 好的 平时现在到今天 我接手现在整整一年零两个多月 到他现在就这样 是最高峰了 花样滑冰属技巧与艺术性 相结合的冰上运动项目 在音乐伴奏下 运动员需在冰面上 划出各种图案 表演各种技巧和舞蹈动作 裁判员则根据动作评分 依次决定名次 后外点兵 三周连三周跳 困难度系数大 在比赛中分值较高 因此这也成了祖宾 每天的一休动作 现在连三的能力 原先不行 连三差周数 现在不足断地 在复习这些东西 在不断地改进他这些东西 每天训练的那个东西 然后就是计一下它的成功率 然后按照裁判的那种方式计 我觉得我这么多年是挺用心的 比如裁判打分 我觉得他跳得挺好的一台加级 或者跳得特别好的加级 如果非常好的话就加三 像这种翻身的就需要减义 如果我要是手不平了就可以加 从小到大完完全全都是 我妈妈一个人帮我带去 花冰每天都陪着我 一直到现在 虽然说有的时候挺磨叽 然后也挺年吧 自从子军走向职业花滑道路后 妈妈李春燕就辞掉了教师的工作 成为了一名陪练妈妈 从我出生开始 我就没见到上伙伴 我爸是属于物货工作者 是属于赚钱养家 洗衣服做伴的或者什么 最好的爱是陪伴 陪伴他一起长大 然后一起成长 见证他每一个成长的瞬间 因为比较大的就像小孩的时候 需要就是教练一直看着你练 然后长大了以后其实也一样吧 但是比如说状态不好 或者今天练得不好 可能就是心情一整天 可能都不是那么愉快吧 都这么不枯燥 就是两点一线一下 在北京的话就会上食堂 三点一线 其实我们运动员真的特别不容易 我放在这儿 然后收五个 收五个之后可以吃 二 不可以 不行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吃吧 五 一 一 你看我收了什么都没了 根本不贴 过来买奖牌 过来 过来 每收了什么都没有 我少了 那就够成功了 这些都是 这些基本都是全国比赛的奖牌 每一年一年一块 这个奖牌 是 我第一次参加全会的时候得的奖牌 这个算是最深刻的吧 这是我学华文华军以后得的第一个金牌 第一名 那你特想拿到的奖牌是什么样的 市井赛和温慧的奖牌吧 这个颜色 正如这一个个金灿灿的奖牌背后 隐藏着李子君十多年职业生涯的苦和泪 然而对于子君父母来说 当初他们并没有想过让女儿学习滑冰 当时没想过让她从事这个运动 因为我同事的女儿 然后学习滑冰 然后他们家正好赶上放她女儿比赛的视频 然后后来她就自己跑出来 她就说妈妈我也想学姐姐滑冰 因为小的时候我妈总管我 然后经常24小时盯着我 然后我觉得可能学了这个项目以后 我在冰场里根本抓不着我 年幼的李子君也许并不知道 这个小冲动将决定她未来的人生道路 但是没觉得贺民是怎么样 就觉得特开心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可能是她那么小的时候 第一次参加比赛吧 然后她还挺淡定我觉得 2008年李子君与另外两个女孩被国家队选中 送往美国跟随李明珠教练 进行为期一年的训练 经过一年的专业训练 回国后的李子君开始在国内比赛中大棒异彩 小些三年级的时候 就已经拿到全国上年组冠军 第二年就是青年组冠军 后来从10年开始 基本上是成为文明 然而走过花季的她 也开始经历成长的烦恼 2013年 由于身高和体重 经明显增长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动作的美感和技术的发挥 好 现在上场的就是中国选手李子君 2014年 首次参加冬奥会的她 更是明显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 对我来说更大的打击是从比赛成绩上和训练的状态上来决定 其中有一年的时候 就是13年到14年 就是体重很难控制 为了能迅速降低体重 教练采取了一个迫不得已的办法 结实 其实我觉得吃对我来说还不是最残酷的 我觉得可能是喝水方面吧 因为那个时候教练不让喝水 因为水虽然说不会长胖 但是它很沉嘛 我想我为她做个榜样 我就下定决心跟她一起减肥 只要她晚上不吃饭我也不吃饭 去年在家我们每天的饭也是挺简单的 因为她那个固体重 对啊 要正常人看她就很瘦 但是作为运动员我们就要保持 胖了之后对她的这个体能消耗得重大 我爸是属于幕后工作者 他就经常是在我特别难过的时候 或者特别累的时候 他经常在问我 如果实在累了的话 咱们别练了 就回家吧 就爸爸养你的怎么那么熟 但是我觉得既然我选择这个项目 而且已经坚持这么多年 我觉得不应该轻易说放弃 加油 加油 呼吸穿别的 你经常都raum起座 안笑了 对啊 快 hello 我一般很少来的时候呢 他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几个都来,包括他比赛的时候。 另一个我感觉这个运势员吧,他跟那个常常的运势一样,当他状态不好的时候,运势一样,这时候运势一样,那时候孩子,我感觉是特别无际。 望着专心训练的女儿,平时很少来冰场的礼爸爸,对于吃不饱这个问题上,做出了自己的真心话。 全场都是有滑香的,因为长跑三千米的,所以运势非常大。 其实这就是我昨天我就说到,吃不吃,吃多少。 如果空体重,我们就要吃饭,然后你还得有品能。 其实它增长点体重没关系,世界冠军要因关系,谁都想拿到。 不是你下了多少功夫,吃了多少苦,就能拿得到。 应该说是天时必须,人和各个方面吧,应该就有很多很多的运势的过程。 一般训练的时候,我爸爸很想去看,因为他觉得我训练太苦了,可能因为第二天我要走了嘛,然后就默默地给我加油吧。 明天即将启程前往新疆参加冬运会,训练结束后,四军决定去看望下儿时的滑冰教练。 哈喽,六天一。 我在家还剩两天了。 咱们不是一起走吗? 对啊,早上几点。 因为也确实挺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但是我们经常也会用微信啊,手机啊,联系。 就是希望他能够放开一些,正常发挥吧,因为他的水平已经远远超过国内的其他选手。 挺厉害啊,再来一个。 太好了。 你可以看了。 太好了。 你觉得漂亮吗? 你自己看吗? 你觉得漂亮吗? 那你觉得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你觉得这样好看,还是你刚才那样子好看? 使劲换甲,使劲夹。 我还有一个问题。 是我的手楼边那样。 我脸红没有? 然后怎么说呢 你今天起跳的时候是不是会这样跳 那你起的时候 你就试着把它点边往这点 然后你带的时候是往上带的 对 没有人说能去说一个人没有进步的体验 我觉得 会有自己的风格就最好 对我来说没有说把自己当成明星的这种感觉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最需要做的可能是提高自己专业的成绩吧 然后把自己做得更优秀 然后我觉得大家会更好 眼看比赛日慢慢临近 为了跟女儿加油打气 今晚母亲想给君君一个意外的惊喜 她不像一般的女孩特别爱美 喜欢买漂亮衣服 你都不知道我们家的一个带牌子的衣服 老多他都不穿 不然我就看这样 我看她就是喜欢吃 然后找一个好一点的进口超市 给她买点好吃的 我估计她肯定特惊喜 草莓的 还有什么呢 哪个最好吃的销量最好 她非常开心 她特别喜欢吃冰淇淋 喂 喂 喂 我晚上就回来了 一会儿你给我开门就行了 我晚上就回来了 我晚上就回来了 我还要擅长 拿着自己吃冰淇淋 我现在要拿着几个球 我再给你吃冰淇淋 祝你这次取得好成绩 奖励你一下 你最喜欢吃的 太假了 是不是 过生日怎么能奖励我 过生日你随便 过生日给你奖励啥吧 哈哈哈 进上去 请长春市代表队 林紫兴入场 泽华曲目 大艺术家 随着最后一个音乐旋律的终止 李子军完美收官 最终以总分121.56分摘得冠军 那时候我只是想去抱抱他 拥抱他一下 真的很骄傲 我觉得就是你平时吃的再多的苦 或者你付出再多 那一刻都觉得特别值得 第一名李子军长春市代表队 我觉得对我来说 可能这次比赛男冠军 并不是最重要的目的 可能突破自己心里的一道障碍了 我的梦想 希望到最后的时候能够取得好成绩 争取能够达到中国女单 必须最好成绩 感谢那么多年从小到大妈妈一直陪伴着我 我们下期见到最后能够取得好成绩 我觉得这么快的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她 年仅十九 八次全国冠军 被誉为新时代的冰雪女 她的水平已经远远超过国内的其他选手 英场上傲然绽放 英场外悲意不断 有很多人那个时候说我出去玩 然后不训练 当青春期遭遇职业低谷 新赛季该如何应战 凶宫 樱娜 凶宾 凶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